男人穿越平行时空 与妻子再续前缘 可她已经有了未婚夫 哪怕再爱 她也不得不放弃 可当她从奶奶口中得知 两人结婚在即时 杰克还是忍不住想与她见一面 露西应约而来 看着她无名纸上的戒指 最后一丝的希望也荡然无存 从此两人都回归到了各自的生活 杰克正常去学校授课 露西则到处去演出 直到这天 学生们在讨论一本小说 他们痛骂作者 为什么让女主角杀青 杰克灵光一现 想起她穿越的前一晚 自己将以露西为原型的 女主角杀青了 或许那就是触发穿越的按钮 她回到家后 没日没夜地按照记忆重新编写 修改了小说结尾 将杀青的人换成了自己 在露西的钢琴表演开始前 找到了她 接着将手中的小说递给她 出来的杰克就开始与好友道别 天空飘下雪花 这更加印证了她的猜想 可还没等她看到结局 就被工作人员喊上舞台 杰克找了个座位坐下 她本来是想在林立开时 最后听一次露西的钢琴曲 伴随着音乐的响起 杰克渐渐沉寂其中 之前与妻子相处的一幕幕浮现在脑海 又看向现在的她 是那样的耀眼夺目 这一刻她醒悟了 现在的露西 才是她真正想成为的人 来到休息室 拿走了那本小说 留下了一句爱过你是我最大的幸福 边缘结束 露西享受着台下激烈的掌声 她的目光看到了观众席的空位 她知道她来过 背过未婚夫 扔下鲜花朝着外面走去 喊住将要离开的杰克 深情地吻了上去 最终她还是选择了正视自己的内心 妻子为她放弃了梦想 造就了杰克后得到的却是忽视 穿越平行时空让杰克明白了 妻子为之付出之多 那本小说能否让她返回还是未知数 重要的是 现在这个时空的她过得安好 所以最后她选择了退出 不再打扰 好在有情人忠诚眷属 电影最后我想问一句 原本时空的妻子该怎么办